第四百零星球 在四百零星球上 有個聰明又可愛的小朋友 叫童童貓 今天他在上體育課 同學仔 今天我們一起來 認識自己的身體 想像你們的身體 是一座大乘寶 跟著我一起做動作 首先我們一起升起城堡的大旗 舉高手臂 向前揮手 1 2 3 4 跟著 等我們展現一下城堡的威嚴 吸一口氣 伸展胸部 1 2 3 4 OK 時間要巡邏城堡了 轉動頭部 左望 右望 1 2 3 4 慢著 發現敵人入侵 向下彎腰 保護動作 1 2 3 4 4 敵人從後面攻擊 輕拍臀部 擊退敵人 1 2 3 4 防守成功 同學做得很好啊 手拍大腿 慶祝勝利 1 2 3 4 同學仔 一邊跟著心心老師做動作 一邊認識不同的身體部位 玩得好開心啊 心心老師 那我們阿尿的地方叫什麼名字啊 男仔和女仔阿尿的部位是不同的 男仔有陰勁 女仔有陰部 這些部位不可以隨便被人看到和碰到 還有要穿內褲好好保護的 彤彤 今天在學校上課想成怎樣啊 今天上課的時候 心心老師教了我們不同的身體部位 他還說我們阿尿的地方叫做陰境或者陰部 是不可以讓人看的 但是 平時爸爸媽媽幫我洗澡的時候 會看到我阿尿的地方的 彤彤好厲害啊 已經學懂不同的身體部位 彤彤也是時候學一下表達自己的感受了 你條是魔法全心手鏈 是用來幫我們了解自己的感受的 嘩好漂亮啊 會發光的 我們來試一下吧 彤彤只要帶著他答問題就可以了 準備好沒有 彤彤 如果有人拍你屁股 你覺得怎樣啊 紅色是代表負面的感受 彤彤為何會有這種感受呢 彤彤是我的私隱部位 不想被人碰到 如果被人碰到的話 我會很害怕 很不舒服 那爸爸媽媽幫你洗澡的時候 會碰到你身體 你會不會不喜歡的 綠色代表正面的感受 為甚麼呢 因為我喜歡爸爸媽媽幫我洗澡 不會覺得不舒服 是啊 而且爸爸媽媽每次幫你洗澡前 都會先得到你的同意 如果將來你想試一下自己洗澡 都可以告訴我們 好不好 好啊 咦 為甚麼會變黃燈呢 彤彤是否在猶豫 還不是很肯定 是啊 如果跟他不是很熟 我就會不喜歡 如果是跟我很熟的同學就可以 不過 是否只要是跟你很熟的同學仔 就可以沒有問過你 直接碰你的手臂呢 嗯 不行 就算是跟我很熟的同學 都不可以不問就碰我 你說得對 首年出現黃燈 是代表你未必好確定當下的感受 又或者 不知道其實想不想 跟這個人有身體接觸 這個時候 對方不可以直接當你會喜歡 而是應該停一停 問清楚你先的 是啊 上次小豬同學 跟我玩遊戲的時候 沒有慢過我 就拉著我的手臂 弄得我好痛啊 我好不喜歡啊 所以就算我們心急想玩 都要得到對方同意才碰對方 小豬同學可以這樣問你 彤彤 一會兒玩遊戲時 我可不可以拉著你的手臂呢 你會不會不喜歡的 如果你沒有答應他 他就不可以直接碰 因為你可能會不喜歡的 彤彤 彤彤 你要記住 你才是城堡的主人 如果有人想碰你 就要先得到你的同意 因為你有權決定 可以給誰碰 和碰誰身體部位 就算是平時會露出來的地方 例如是頭和手臂 都要問準了你才可以碰 所以 如果有人未得到你同意 就碰到你 令你不開心 無論對方是誰 你都有權拒絕他 你可以直接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做 請你立刻停下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才是城堡的主人 我的身體 我決定 我決定 彤彤好聰明 如果遇到令你不喜歡的接觸 你可以盡快離開那裡 再告訴爸爸媽媽 或者其他信得過的大人知道 知道了